人间佛教回归佛陀本怀 朗读者 妙琴法师 三好四给 宵夜重于祈福 例如佛教讲夜报 所谓夜就是行为 我们每个人今生的性与不幸 命运的好与坏 都是自己行为照做的结果 也就是业力所致 因此对于一般佛教徒 喜欢在佛前祈福 我认为宵夜比祈福更重要 只要我们大家都能身做好事 就是善 口说好话就是真 心存好念就是美 内心有了善的力量 自然消灾免难 征服灭罪 所以人人都要奉行三好 并且实践四给 四给就是四无量心 即给人信心 给人欢喜 给人希望 给人方便 给人信心 自然不会说话伤人 给人欢喜 自然会随喜赞叹 这就是说好话 也就是口业的进化 给人希望 当别人有挫折 会给予鼓励 关心 祝福 这就是存好心 也就是异业的进化 给人方便 行事自然不会官僚 而主动助人 这就是做好事 也就是深夜的进化 所以三好四给 都是人间佛教的思想原则 只是人之性 在于有所得 因此一般人 都害怕布施给人 也怕为善会吃亏 受委屈 感到善门难开 善事难做 其实布施 就如播种 你不在田里播种 怎么能长出和苗 怎么能生出五谷呢 你不栽子种树 怎么能够开花结果呢 这就是佛教的因果观念 夜报思想 早在两千多年前 佛陀就已经把这种 人生不变的真理 普遍在人间流传了 这都是人间佛教 了然生命 起智慧 教明理 因此 人间佛教并不是 让人迷信的膜拜 也不是教人崇拜的奉献 人间佛教是 起人智慧 是教人明理的 正信宗教 只要我们能奉行 人间佛教 就能拥有佛法的智慧 就能了然生命的来去 如此 不但现世生活 能够安心自在 还能免于生死的 忧悲恐惧 最终得以圆满 生命的意义价值 甚至奉行人间佛教 不但我们自己受益 还能慧及子孙后代 因此有了佛法信仰 我们就能够 以无尽灯 传承后代 以自信佛 觉悟心性 以三法印 印证佛法 以四圣地 统设信心 以五称法 贯通法界 以六度门 进入佛国 以七觉知 开展智慧 以八正道 圆满修正 换句话说 人间佛教的信仰 是真正符合 信实 信德 性能的宗教 它能让我们每一个人 获得生活的安住 让我们从凡夫的烦恼里 解脱出来 让我们看清 世间万事万物 都是源起而有 自信本空 从空就能测悟自己的真如佛性 然后从人到佛 可以获得人格的升华 人性的完成 既而了破事件的纷争 而获得欢喜自在 所以人间佛教 是人间真正需要的佛教 人间佛教能够帮助众生 在人间过着幸福安乐的生活 这就是佛陀 说法度众的本怀 解脱烦恼 重在身心安住 人间佛教 不是某一个人的 人间佛教 就是佛教 正因为 人间佛教 是普罗大众 都需要的佛教 人间佛教 就是要帮助众生 开示 误入佛知之见的佛教 因此 现在我们弘扬人间佛教 应该着重在 宣说佛陀 证悟开示的真理 如延起 忠道 因果 业报 乃至无常苦空 等人间所需要的毅力 尤其 要能把握佛陀 化世的精神与特质 如人间性 生活性 利他性 喜乐性 普际性 时代性 等 甚至我常说 人间佛教 就是佛说的 人要的 净化的 善美的 我们要确实 把握这些原则 与方向去推动 发展 而不是只在一些 堂之末节的生活 仪轨上计较 突然造成 佛教徒之间的 互相批评指责 甚至彼此排斥 毁谤 这都是在 分裂佛教 还记得 1963年 我们代表 中国佛教 访问世界佛教 在日本 大正中学 石桥 展三校长 对我们代表团提出的 一段话 他说 你们今天代表 中国佛教 来访问我们 但你们的内心 其实是看不起 我们日本佛教的 因为日本的 身人 现在都已经有了 家世 各自 娶妻 生子 你们觉得 日本佛教 没有戒律 甚至 你们也看不起 泰国的佛教 觉得 泰国佛教 光是靠信仰和 供养 没有什么 学术 毅力 但相对 泰国佛教 其实也看不起 你们中国佛教 认为 你们已经远离了 原始佛教 时代的 戒律 生活 名义上 是大乘佛教 实际上 对佛法 都没有 真正的了解 乃至 日本佛教 也看不起 中国佛教 因为日本佛教 尽管中派多 但没有人派 中国佛教 不但有中派 而且有人派 这是让日本佛教 顾病的地方 像以上这种情况 大家互相歧视 彼此互不认同 如此哪能 彼此亲信 交流 互访往来呢 又怎么能 找到佛教 共存共荣的成就呢 因此 我们研究 人间佛教 从人的性格来看 要让世间的 每个人都能团结 统一 合作 共识 这是很不容易 达成的目标 所以佛教 在形式上 就不要太计较 在义理上 把佛教单纯化 像三法印 四圣地 六度 八正道 十二英元 因果夜报等 或许将来佛教 就能 普遍发展 假如太多的 弹璇 说庙 只有让佛教 提早消灭 不能为佛教 争分 因为现代的人 都要求单纯 我们看 残门在中国历史上 所以一知 独秀 就是回归 佛陀 本怀 信仰 修行 单纯化 特别是各地的佛教 由于文化 语言 习俗 气候 地理环境的不同 自然发展出 各种不同形态的 生活面貌 就拿原始佛教时代的 生团来讲 僧侣们过着 清静的修道生活 所谓偏袒右肩 脱波气时 树下一宿 但这是在 气候炎热的印度 如果把地点 换在 大雪飘飘的 西伯利亚 或中国的 东北黑龙江 哈尔滨 邱家人还能偏袒右肩 去脱波气时吗 尤其像中国社会 气时被视为 是乞丐的行为 你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 比丘 比丘你们 还能实行 次第脱波气时的 一致吗 在保王如来 信其品说 父赐 佛子 辟如水性 皆同一味 随气亦故 未有差别 随无事念 我作众位 如来妙因 亦复如事 皆兮一味 未解脱位 随诸众生 受化气意 应有差别 这是出自 大方广佛华言经 卷34 所以行事上的佛教 大家必须要重新思考 要在精神上 意理上 心灵上 生活里 寻找信仰的中药 不要拘腻 样板 要与时俱进 以现代人可以接受的方式 弘扬佛法 如此 人间佛教 必定能符合 当今人心思潮 中观中国的佛教 过去主师大德 在他们的信仰 悟道等修为中 早就已经发出 人间佛教的讯息 如六祖慧能大师说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再如百丈禅师 提倡一日不做 一日不食的农禅生活等 这种丛林的残门生活 其实也都是依循着佛陀 当初在印度建立教团的示范 只不过这时候的中国佛教 因为知道生活形式上 与印度不同 不能英寻过去 所以才有 马祖创丛林 百丈李清规 也就是 比开戒律 领顶清规 而依丛林寺院的清规制度 来发展中国佛教 因此才发展出 中国佛教的特色 甚至开创出 随唐时代八宗并起的盛况 感谢收听 有声书箱单元 每周六下午两点 同一时段 与您相约 聆听书中佛缘 听众可使用资讯栏中的优惠码 至佛官文化官网 www.fgp.com.my 购买实体书 读作一个人 读名一点理 读物一些缘 读懂一颗心